那么疏导促通法呢 总而言之 这是指导腾冲的一个最简单的模式 最简单的模式 就是疏导促通法最简单的模式 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 首先呢 它有这么三个这个小小的步骤 小小的环节构成了 比如说第一个环节是促通法 那促通法第一个环节 它有三个小环节构成了 第一个是促通法 促通法是什么意思呢 我会在建策选取对某病 有特效的齐穴为阻穴 然后呢 调动整体的机能 激荡气穴去促使经过的气息流通 也是一个关键词 是个通对不对 但是这个促通法呢 记住了 促通法 这是我们选取一个阻穴 所以知道这个疼痛的一个阻穴 那么这个阻穴呢 往往选在对侧 而这个在对侧取得这个阻穴呢 往往对我治疼的这个疼痛有特效 有特效 有特效 那么它的目标在哪呢 它的目标在于调动整体的功能 来激荡气穴 来促使对局部气穴的一个畅通 大家明白吗 你看我昨天做了一个病人的 昨天我做了一个病人 它是怀关节的一个肿痛 以前伤过对不对 大家看一看 那种怀关节的那个疼痛啊 是非常难搞的 你知道为什么 第一它肿了 第二个它现在不怎么疼了 它是一个紧和僵硬 它只能给你指出一个模糊的定位来 它说我怀关节就大 打的就这儿 挺紧的 老拧着 然后有点肿 明白吗 这种描述 这种问题 它的症状 临床症状可能不是很严重 但是治起来挺难的 所以临床有一些病情很严重的 但是因为它的病道比较局限 比较固定 可能解决起来很快就搞定 甚至很多年的问题啊 表现了一个很局限的地方 我们可能很多年搞定 但是有些比较模糊的 比较定位的 症状不是很典型的 它描述很模糊的病 也许不是那么好搞啊 等一下 我会用它做例子 给它演示一下 如何用疏导粗动法去解决它 大家看一下 我上次 我前天啊 给它扎了一针小结石 大家还记得吗 昨晚以后它没有什么感觉 它没有任何的改变 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是在我意念之中的啊 等一下我用它做例子 大家看一下 如何去解决它 我会告诉大家一个原则 就哪一种疼痛 你心中有底呢 当一个别人到你眼前 你发现 它的疼痛范围比较局限 疼痛范围比较局限 而且它自我的主速 它描述的非常清晰 就这里 甚至它自己能够找到那个痛点 就很清晰的定位了 第二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 你自己去用你的手去触诊的时候 也能够触诊到 在某些特定的部位 记住了 某些特定的部位 触诊到一些敏感的压 这个阳性的压痛点 而这个压痛点 而这个压痛点 它有一些特征 可以帮助你判断 它就是造成这个疼痛的一个原因 对不对 以后下面我会教你如何去处诊的 对吧 就三个原则 那么就符合了这三个原则 这个病人 哪怕他是二三十年的病人 都可能在短短的三五岁内搞定他 最起码临床治愈是没问题的 让他的临床症状消失是没问题的 我们就怕的那种啊 他说我膝盖不舒服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但是好像说不清楚 对不对 这种病最难搞 因为他的病造往往不在膝盖 明白吗 明白吗 比如说有些人那个孤肚头坏子啊 宽关节的病变 甚至有些人强执性脊柱炎 他早期也会表现为膝盖的病变 他的特点就是有时候好有时候坏 莫名其妙 有时候特别好 有时候特别严重 特别严重 甚至他的描述就是不确切 他说我的膝盖不点劲 他就说 整个一个膝盖不得劲 找不到明确的定位 很模糊的定位 这种病往往比较难搞 因为 你往往 根据他的提供的现作 找不到准确的病造 大家明白吗 这种是难搞的 哪怕是患病时间很短 都不一定很好搞 所以说 我们要有这么个原则 有这么个原则 那么处诊的功夫就非常重要了 你如何判断 你处诊这个部位 跟他引起这个病症有关呢 我后面还会讲 会讲 那么这是处动法